最近印度疫情大爆发 非常令人揪心 世界的媒体 甚至许多印度媒体 都在使用人间炼狱 这样的这种词汇 来形容印度正在发生的巨大的悲剧 那么中国也开始 为印度疫情防控提供 必要的帮助 中方一直高度关注 印度的疫情形势发展 对印度国内近期 疫情形势恶化 表示诚挚的慰问 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表明 愿意帮助印方 抗击新一轮疫情 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 现在印度无疑是 全球疫情重灾区 连着将近一个月 每天单日新增感染的人数都超过三十万 甚至超过四十万 单日死亡的人数在四千人左右 而且很多国际上的医疗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印度疫情严重程度是被低估了 比如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娜 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认为疫情的人数可能被低估了二三十倍 另外就5月9号的时候 美国布朗安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他是印度裔的教授叫吉哈 他也发了个推文 他说印度政府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他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 他做了个简单的推测 他说2019年时候 也就是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印度的火葬场每天可以处理2.7万死者的尸体 那么照现在印度的官方的数据 每天新冠病人死亡是4000人左右 如果只是4000人的话 那么印度不应该出现现在火葬场崩溃的这种情况 他说现在印度的火葬场24小时运转 全天后运转 然后烧火的木材都用完了 这表明每天死亡人数至少是2.5万 那么而不是4000多人 这是他的一个评估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 印度联邦政府仍然缺乏统一的抗疫的政策和疫苗接种的计划 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全国的封锁 就导致印度总理莫迪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大 这个医用的氧气短缺 呼吸机短缺 这方面资源严重的不足 不少国家愿意提供援助 甚至提供了很多援助 但很多东西运到印度之后 就积压在机场还没有分配出去 那么这印度面对巨大的困境 而且现在由周边国家受到影响 尼泊尔 布丹 东南亚国家老挝 泰国 越南等等 都出现了新的疫情高峰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表示 印度应该借鉴中国的经验 实施全国性的封闭 阻断这一波的疫情传播 但是可能是担心这种封锁 会重创印度的经济 还有些其他的考量 实际上也是一个选举考量 一个经济考量 和美国当时川普处理方法 类似的 印度政府一直在避免 进行全国的封锁 那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有个印度裔的政治学者 叫拿兰教授 他也发了一票推文 他认为印度政府 要为这场人间悲剧负责 他说每天实际上是有可能 两万五左右人死于新冠肺炎 那么一个星期数字就更多 接下来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 他认为这是一个 史无前例的国家治理的失败 那么确实这是国家治理的失败 我一直批评西方政治分析的方法 西方用个范式叫做民主 还是专制这个范式 我说这个范式是不对的 更好的范式是良政还是劣政 用这个范式来取代你那个范式 因为按照西方的范式 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美国也是所谓的民主国家 但这次疫情防控的溃败 这两个民主国家 包揽了第一名第二名 谁是第一名现在很难说 反正都是很不光彩的 那么根据美国疫情防控专家 夫妻本人的估计 美国疫情死亡人数也是被大大低估的 所以这种情况证明是国家治理的严重的失败 乃至溃败 这个印度今天这个治理溃败 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预料到的 我自己谈印度谈过很多次 我也考察过很多次 我是从来不使用印度崛起这个概念的 我相信实事求是 用中国的标准来看 印度离崛起还有很大的距离 印度很多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也无法解决 印度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出现自己的毛泽东 所以印度无法进行 现在国家建设所必须的一些社会变革 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土地改革 没有土地改革 印度人口的大多数就富裕不起来 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妇女解放 没有妇女解放 在人口一半人的聪明才子就发挥不出来 印度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深层次的 种姓制度的改造或者废除 那么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印度社会的上下层是永远脱节的 它这个种姓制度虽然也有一些 象征性的一些改革 法律上改革 但在社会深层次没有改革 那么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处理好疫情 新冠疫情 怎么可能变成现代国家呢 所以关于印度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以后我有机会再和大家来谈 因为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 总之啊 无论是看印度还是看美国 还是看此时刻的外部世界 我们真是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家 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经得起全方位比较的现代国家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